大家好,我是Kyoko 大家好,來到這個星期的會話 我們繼續學習三個文型 今天要講的三個文型分別是 行、帰、去、 三個文型有什麼分別呢? 其實它們都很像的,但用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首先,大家想一下我的右邊 有間小屋是我的房子 左邊是公司或學校 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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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就是我們從家去學校或公司的時候 就會用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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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在公司、學校回家的時候 就會用帰、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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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朋友來,你去家的時候 就會用行、行、行、行 或者這樣再用多些例子說 比如我下星期要去京都的時候 就可以說 京都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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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就是我會去京都 是去的意思 向著這個方向移動 然後我想說 我回家了 我們就可以用 家庭へ帰、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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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帰、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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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裡就是說 我跟家人 と 是跟他們一起的意思 然後 香港へ 香港へ 就是來 kimasu 就是來到香港 為什麼不用行きます呢 是因為我已經在香港這個地方 所以我就要用 kimasu 如果我在日本說這句話的時候 就要說行きます 這樣能夠明白我好 總結一次我們今天學了三個動詞 第一個就是ikimasu 第二個是kairimasu 第三個是kimasu 雖然它們都是一些移動有關的動詞 但它們是會有分別的 大家記住要記清楚它們的分別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你有什麼想學的 而我又懂的 我都會分享給大家聽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幫忙讚好我 多謝你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拜拜